今天是善牧主日 教会在今天 希望神父讲道理的时候 呼吁有年轻人能够加入牧人的行列 所以今天善牧主日 传统也叫做圣召主日 一讲善牧或者圣召主日的时候 就会使得我们想起牧人 牧人一定跟羊群有关系 所以两者互为影响 善牧影响他的羊群 羊群受影响之后 羊群中间也有人会做牧人 所以今天我就用这个来做主题 帮大家反省善牧和羊群 彼此之间他们的关系 彼此能够丰富对方的生命 今天我特别一点 我讲的时候 我就会用答唱荣 圣荣耶三 和福音前欢呼 阳梦福音那句话 我是善牧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我用这两段 和大家去讲这个主题 善牧和羊群 圣荣耶三是一个可以说最美的 讲善牧和羊群之间 关系的一段圣经 很难再找到一段这么美的圣经 讲牧人和羊群的关系 原来的作者是一个充军的环境 环境生活很恶劣 但是因为感受到天主和他在一切 完全不觉得环境的恶劣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一无所缺 很美的 感受到只要有牧人在我身边 我什么都不欠缺 本来是讲一个这样的环境 我借用这个圣荣耶三 也都将耶稣所谓 我是善目摆上去 特别为我们基督徒 我们将基督摆上去这个圣荣里面 你有很不同的感受 今天尝试一下 你将圣荣耶三 用在耶稣基督身上 也都与你的关系可以看到很不同的感受 一开始我们可以说 耶稣是我的牧者 我实在一无所缺 只要感受到善目基督和我一切 什么我都不欠缺 是他使我饿在青绿的草场 又令我走近幽静的水旁 很明显的 一只羊需要什么东西呢 羊需要的东西不多 有得吃 有得饮就可以了 能够找到草场 能够有水 羊就满足 很简单的 所以现在这只羊感受到 是这个牧人 带我去到青绿的草场 令我去到幽静的水旁 有草有水 什么都不需要了 已经够了 这样说的时候 跟中东的环境是很有关系 中东一个畜牧 到今天都是畜牧很紧要 但是那个地方 因为不是很富庶 找到草场是很不容易的 羊自己找不到的 是牧人带领你去 所以在那个地方 牧人是很紧要的 你跟着牧人 牧人就会带你去草场 有得吃 带你去水边 让你有得饮 这样就够了 让羊群 因为有草和水 我的心灵就会得到舒畅 感受到有平安 有喜乐 因为有一个这么好的牧人带领主 他为了自己的名号 令我踏上正义的忐图 在一个恶劣的环境 或者说我们生活在一些 不是很公义的环境底下 你自己要过正义的生活 是很不容易的 是需要耶稣基督的带领 是他带领我踏上正义的忐图 没有他 你觉得这么容易行吗 公义是很难行的一条路 但是有耶稣基督带领 我不怕 是他令我踏上正义的忐图 纵使我走过阴心的忧谷 这句什么时候都是说 与死亡有关 阴心的忧谷 即使我生命有危险 但我不害怕 我不怕空险 因为有你与我同在 有耶稣基督和我在一起 即使是面对死亡 我不害怕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既然耶稣基督复活 即使死了 然后耶稣会使我复活 使我得到永生 我还有什么害怕死亡呢 所以这句是很漂亮的圣经 纵使我走过阴心的忧谷 我不怕空险 不是一枝肠棍 真正的木杖有一个勾 为什么有勾呢 是勾住羊 使他不会跑掉 即是说 当你迷途的时候 扭脚的时候 木人就勾住你的脖子 拉你回来 即是说 木杖使我不会行差答错 不会走入歧途 是木人带领我 他的木杖保护我 他的短棒 短棒我来做什么 就是武器 遇到强盗 遇到野兽 就是靠这只短棒 跟他们打 所以有木人的木杖 和短棒 使我能够有安慰 使我输长 所以这里是说 很实在的 如果你没做过木杨人 你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所以这段是很漂亮的 在我对头面前 你为我摆设了言直 人有很多对头 我们的传统就是说 人有三仇 魔鬼 世俗 肉身 都使得我受诱惑 是我的对头 遇到这些对头 但是他为我摆设了言直 为我们基督徒 耶稣基督给我的言直是什么 我们的感恩制 在那里领受耶稣基督的体血 就是他为我摆设了言直 因为有他的体血 我面对着对头 我一点都不害怕 即使面对着三仇的诱惑 三仇的威胁 有基督的身体 补血 保护着我 他在我头上富有 使得我的杯着门日 在我头上富有 希望大家记得 你领洗的时候 你富过有 你领坚振的时候 你富过有 当你年老了 有病的时候 你富过病人的富有 所以在我头上富有 使得我的杯着门日 使得我的救恩的杯着 他的恩宠满舍地给我 这一切都是来自 耶稣基督善目 在我一生的岁月里 幸福与慈爱 常除不利 我一生的岁月 都因为基督的恩宠 带领住 我时时感受到幸福 感受到他的慈爱 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 直至柔软的时日 我会住在上主的殿里 上主的殿是什么 耶稣基督曾经 找这个圣殿 我三天就重建他 耶稣基督自己取代了圣殿 所以只要我住在主里面 或者主的教会里面 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肢体 所以我住在上主的殿里面 住在主或者主的教会里面 直至柔软的时日 柔软的时日 将来我们每个人都去到主的怀抱 在主的天国里面 直至柔软的时日 下一次你读圣明夜三的时候 不妨这样将耶稣基督代入去 你有很不同的感受 感受到牧人跟你亲切的关系 第二篇来自福音前欢呼 耶稣说 我是善目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一句说话这么多 好好感受一下这句话 与你的关系 我是善目 耶稣是善目 这句是药望福音 耶稣七个我是什么的其中一个 每一个我是什么都显示出 他是天主的身份 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我是善目 因为我是 旧约里面就是天主的名 我是善目 就是耶稣基督 用这样的方式 显示出自己是天主圣的身份 所以记住 当耶稣说我是善目的时候 我们追随的善目 他就是天主本身 提醒我 耶稣基督他是天主 我认识我的羊 耶稣基督说 我认识我的羊 认识不只是说 知道这个人的名字 耶稣说 我叫他们的名字 他们会跟随我 耶稣认识我们每一个人 名字只是其中 有关你的一些资料 未算是 真正的认识 是关系的建立 我和他建立一份关系 当耶稣说 我认识我的羊的时候 他是表示出 自己和羊之间 一种深厚的关系 用圣经的话 可以说 与喜乐的同喜乐 与哭泣的同哭泣 耶稣基督同我就是这样 所以 起落的时候 耶稣都会起落 当我们哭泣的时候 耶稣都为我们一起哭泣 好像他为他的朋友 拉萨陆的死 他是哭泣过 所以耶稣基督 就是这样说 真正认识他的羊 所以羊听他的声音 叫他的名 他们会跟随他 所以耶稣叫 拉萨陆 拉萨陆死了也好 都会从坟墓出来 马利亚 马利亚就立刻认出 这个就是复活的基督 因为耶稣认识他的羊 我自己有时用在自己身上 我作为木日 听到耶稣说 我认识我的羊 我经常都要勉励自己 我要认识我的羊 有时年老了 记不了这么多人的名字 我做不到耶稣做得到的事 但是那份关怀是在的 我自己觉得有时我听到我的羊 有成功的经验 成功的事的时候 我为他们开心 他们考试考得好 考得入大学 真的为他们开心 哭泣的同哭泣 当他们不开心 不幸的事发生的时候 有时真的跟他们一起不开心 为他们祈祷 所以我自己鼓励自己 我要认识我的羊 跟我的羊有一份深厚的关系 第二句 我的羊也认识我 这句 我的羊也认识我 耶稣说的 用在我们身上 牧人或者羊群 看这句都不同 作为牧人 我要认识我的牧人 就是说我要认识耶稣基督 要做一个善目不是容易 要向耶稣基督学习 才能够做一个好的牧人 不只是做牧人 叫你做善目 是好的牧人 只有天主才是善 我们真的作为牧人 要向天主学习 学习他的良善心谦 这个没得好说 一定要向耶稣基督学习 所以有时时时要警惕自己 我真的认识我的主耶稣吗 真的认识主耶稣的时候 你有很不同的表现 心里面有耶稣基督 你外面的行为 表现出来是很不相同 使得我想起孟子的一句说话 以前读书不是很明白这句话 孟子曾经说 为圣人然后可以浅营 即是说圣人 可以藉着他们的得行 改变自己的形状 有时我想一下怎样可以 但是慢慢经验告诉我 真的可以 当你里面有珠内形珠外 你里面有什么东西 在你外面的形体就显露出来 可能善恨你不觉 恶恨你就很觉 比方你里面充满着愤怒 你很多仇恨 你一块面都显露出来 所以我经常提醒自己 千万不要发怒 千万不要骂教语 你一块面就立刻显露出来 同样我就真的相信 向善目学习 心里面有耶稣基督 使得你外面的形状都不同了 的确是 你这个羊群会感受到你这种善良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时事提醒自己 向善目学习 我要认识我的牧人 我的羊认识我 同样 到你们了 你们作为羊群 看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羊也认识我 我不知道你们认识我多少 不过有一件事我希望你们有的 我做得不好的时候 希望你们有些善意的建议 就不要太多消极的批评 神父如果被人批评得很多 没有一件事是做得好 交友经常说他的时候 士气很低落的 所以我的羊也认识我 是对这个牧人很重要 对他有一份关心 所以都让我们彼此彼此用这两句说话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是这么重要的 所以今天善目主日 讲牧人和羊群之间这份关系 我就发觉只要时时眼睛望着我们的善目 从耶稣基督身上拿到很多力量 作为牧人或者作为羊群 彼此都能够丰富对方的生命 所以今天当你们离开的时候 只是记得很少事情 记得圣明耶三 我整天都讲圣明耶三 今天好好回到家 拿着他来看 将耶稣基督代入去 保证你有很不同的感受 然后也记得今天耶稣所讲的一句很简单的说话 我是善目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